花生后面主持的时候 对这个世界就产生了0.1公斤的CO2 从平常吃的食物中 了解到所排放的二氧化碳 对地球造成的影响 慈激行动环保教育车 来到慈大腹中 要让小朋友有不一样的体验 挑战用自己的力量来发电 但好像有点困难 加油 发电很难 所以要在家里节省电源 不要浪费 正确的回收垃圾变资源 小动作带来大改变 保车柄要丢到垃圾桶的地方 但不能丢在台底或是地板很脏 透过实体的体验 透过食物 小朋友可以真正的了解到说 原来我的亲亲的一个小小的举动 其实不是只有爱护整个环境 更重要的是爱护整个的地球 行动环保教育车前进校园 不同主题的实作体验 为小朋友上一堂难忘的环保课程 带新闻黄梦经 刘洪志 华联报导 刘洪志